大家好,我是小杨。 他提出要落实创设两岸和平协商办公室,以及建立两岸和平战略研究院等。而侯友宜则是宣布了他的六项金门证件,除了在金门建立有助于两岸交流的相关设施外,他还提出了要推动沙金大桥公投,以及所谓的连接大陆与东南亚侨民。 同时,为了拉举更多的选票,侯友宜还强调了,如果他能够当选,那他就一定会让台海安静,也能让台湾地区安心、安全、两岸和平、金门发展。 其实,从侯友宜和郭台铭此次的表态来看,不难看出其中的某些猫腻。可以说,他们在金门发表的这些言论,其实都夹杂了不少私货,而这些既暴露了他们的政治图谋,也不利于两岸的交流。 首先,就郭台铭的八大事项来说,其中提出了要建立协商两岸关系的一系列办公室、研究院等,这看似是想要加强两岸之间的联系,并促进交流。 但实际上,郭台铭的这些想法,可能就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,想要推动两岸交流,这一点固然没错。 郭台铭甚至承诺要投入2000万美元的资金,但透过现象看本质,就能发现,郭台铭一直强调的,都是两岸和平、交流。 郭台铭,要知道,14亿中国人的终极目标,从来都不只是两岸和平,而是祖国的完全统一。 确实,交流与和平能够有效推动国家的和平统一,但郭台铭真的置在此处吗?这一点恐怕不见得。 从理论上来分析,其实要促进两岸交流,根本就不在于建立多少的协商办公室或者是基金会, 而是两岸同胞能否避开岛内那些台独势力的干扰。 说白了,民进党长期搞信息减防,在岛内渲染所谓反中抗中的情绪, 甚至是懂文化等方面入手,多方面搞台独,这才是两岸交流受阻的主要原因。 基于此,郭台铭若是想要促交流,那能做的事情其实有很多, 例如与洪秀柱等有识之士一起为祖国的完全统一,振臂高呼, 而不是一直炫扬他那所谓的进门和平倡议。 侯友宜,其次,就侯友宜的六大政见。 如果说,郭台铭的身份还只是台湾地区鸿海集团的创办人, 至今依旧没有宣布参选, 那侯友宜可是正儿八经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, 可以说,侯友宜的表态不仅代表了他自己, 一定程度上甚至反映了国民党的某些态度。 因此,侯友宜其实是身负重任的, 但他现在却公然表示, 要推动什么煞金大桥的所谓公投, 还要连接东南亚侨民, 这释放出来的信号可不怎么积极, 就煞金大桥来说,有什么公投的空间吗? 且不说这座桥还没建立起来, 就这座桥而言, 其最主要的作用, 就是促进两岸同胞的交流, 绝不是为了连接所谓的侨民, 但侯友宜的这些表述, 似乎是在有意区别两岸同胞, 并且, 他所作出的一些承诺, 也缺乏对两岸关系的长远认知, 诚然, 台海稳定, 两岸和平是十分重要的, 但不谈祖国统一的和平, 就是空话, 郭台铭和侯友宜在金文发表的这些言论, 似乎都是冲着两岸交流, 以及台海和平去的, 但他们都十分默契地忽视了一个本质问题, 那就是只有实现了国家的完全统一, 台湾地区才能迎来真正的长治久安, 现在,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接近国家的完全统一, 我军也有能力, 有信心采取行动, 用非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祖国大业, 一国两制, 统一中国, 但从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出发, 最好的选择依旧是和平统一, 在这一基础上, 不管是侯友仪还是郭台铭, 乃至岛内的所有同胞, 都应该与大陆相向而行, 下架民进党, 台海和平, 两岸交流等, 这些都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岛内某些势力的口号中, 而是要靠实际行动来达成的, 当然, 我们也绝对不能寄希望于岛内, 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, 还是只有靠我们自己的绝对实力。